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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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淡水隊合力 蔬菜產消單 成立的其實還滿年輕的 我們半年而已 那時候半年就來報告 其實 這個呢 不對 不是這個 我在淡水上風園影的時候 我會教書 我教園影 其實我最尊敞的是 喜歡這種美麗的花 然後呢 最討厭的就是種菜 因為我一年級的時候 大一的時候 老師叫我種菜 我那時候決定要休學 我公司昨天講說 我那麼辛苦和練習 你怎麼叫我是來這裡種菜 然後 後來呢 我現在真的在種菜 那 教我們的學生們種有機蔬菜 我們在學生 我們在八十一年開始 我們就 學校就開始種有機蔬菜 當我們的學校在淡水 大家知道現在 台北這邊沒下雨 跟我們淡水是絕對下雨的 我們已經下到 下到呢 我們學校老師說 我們的菲利麥老師說 我們一個禮拜 一個月已經都不下雨了 可是在我們早期的時候 是天天下雨 那 菜怎麼長 也是繼續長 然後長得很慢 我第一個半月以前種的蘿蔔 你看兩片葉子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 我稍微講一下 那後來 我們就在社大開一個 永續農業蔬菜班 教我們的在地 大家種有機蔬菜 後來呢 我們就幾個朋友 大家就覺得那個 教的太小了 太小配色了 我們就決定自己租 租了七分地 然後呢 大概五六個人在玩 這七分地 玩一玩呢 自己覺得說 這樣玩下去 就是自給自足 各位現在菜農櫃 我們菜絕對都是吃不完的 好 然後 我們就決定 想說 應該廢廣一下 為什麼要廢廣呢 大家看一下 這是修根田 這是我們淡水的修根田 我們淡水修根田 到底有幾公頃呢 我們淡水修根田 有六百公頃 好 那這六百公頃 為什麼長了這一負責性呢 因為要領修根補助 所以呢 呃 就要噴殺草劑 那為什麼要噴殺草劑 因為上面政策 不是上面的政策 其實 我有時候要被官員 稍微的講一下話 為什麼 因為我很多同學都在當官 所以我每一次看媽媽的 就罵他們 我說你這些人 為什麼要叫農民 要領修根補助 上面絕對不能長一根草 他說沒有沒有 我說為什麼沒有 每一個人都要買殺草劑 那 最主要的是說 他說 欸 這是 這是英國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嚴格 就是說你 好 請你不要種了 現在說請大家多吃一口飯 那這邊就會種 稻子就會再種下來 跟大家講到 真的沒有利潤 絕對農民就不會種 那 為什麼呢 說不准有任何草 最主要是說 你要養地 所以雜草 雜木林呢 因為大概三年就會長樹了 所以 雜木林就不能 怎麼樣 再重新的耕種 所以 要叫農民那 維持地利 可是農民啊 年紀變大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的清楚 他上面的雜草 他是噴傷草劑 最垮的 噴到怎麼樣 可以看到 我們的沒有辦法膠質化 湖狼一直沙漠化 只剩下青苔了 還在噴 就跟那個 噴傷草劑的 文件上講說 這就已經沒有草了 你還在噴什麼 他就說 如果不噴的話 草還會長出來 這六百公頃 我們的沙草劑跟農藥 沒有生產的 修耕田 我們可以用掉多少 在農塊可以賣到五百萬 好 那 就知道這些 這些 這些藥劑到我們的 一下水之後 再過來 燒草劑 生草不生 然後呢 最常用的就是 林寧村 對不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還種植 其實第一個是農民自己本身 他們家的環境呢 也根本就沒有 沒有花香 然後呢 就別談鳥語 這是 我們當初就會想到說 我們想來推廣這樣的一個災肥 那我就跟那個淡水區區長 挺支持 然後就說 好 那你們要做 你們就去做好了 你們就想去邀請淡水的農民 跟他們講說 不用噴藥 也可以種出有機蔬菜 那有一個里長就來參加第一次 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不相信我種三十年的菜 會輸給你拿筆的 他認為我不用拿筆 所以呢 那時候就來跟大家做 介紹有機蔬菜的栽培 這是我們帶農民呢 大概三十幾個農民 然後每個禮拜六上課 然後再實習 那他的菜都非常漂亮 其實跟大家講到 種菜天食地利人和 大家都知道 氣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個因子 大家採的都很高興 那這是我們採收這些菜 我們在冬天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會做一些那個 關懷的鑰兒 然後我們把菜送給他們 好 這是我們學會種的 那後來我們說 我們成立這個班 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班 我們希望 我每一次都把我這種美麗的希望 告訴我們所有的農民說 你想想看 我們如果說 我們淡水的六百公斤的休耕田 都可以恢復上去的時候 那是多麼健康的一個象徵 所以呢 到淡水來 絕對不是淡水老街吃阿啤而已 那要到淡水的山上去看一看 那新北市呢 呃 剛好飛了一個 就是 新北市呢 喔 這是他們的口號 可是呢 他們真的在做了 就是呢 飛到 就是大地生態 來被永續共存 所以呢 他就推動了一個叫做智力午餐 然後呢 降低比乘數 然後呢 班長就打釀給我說 梁老師梁老師 那 我們可不可以做 我說 他沒 他沒上班嗎 我說 沒關係 我們就試試看 可是我有跟他講過了一個 好 他們的利益其實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 古島農民 不限栽培裡面有機 然後呢 你原本 夢的小蜜方之王 你可以輔導有些認證 他的費用他可以幫你出 然後呢 補助有些材料這些 還有輔導栽培技術 然後開始有很多的這些 好 那 封印共產 那我們就開始 可是我 我 我們成立了這個產校單 我們跟大家開通 我們常常講到一個問題 我說 如果你要以這樣子來養家的話 好 那我們要稍微的考慮一下 我們要把成本分析給大家 然後我們班長呢 就很信 信任聰聰的 就開始來種 好 那種菜 種菜其實 呃 時間對了 種對的菜 絕對是長得很好 這是我想評概更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幾月種的 各位 可以看到菜 還長得蠻漂亮的 好 這是八月份種小白菜 其實我跟另外一個老師 我跟你講 這對我們兩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我們朱棣種了六七年 可是我們從來在七八月份 我們絕對不種小白菜 絕對不種 我絕對是種了一片的底瓜葉 可以供養大家 誰要去採就可以採 那可是呢 小白菜我們是絕對不種 可是呢 我們就覺得好自豪 我們看七八月可以有 小白菜長得那麼漂亮 然後旁邊呢 那個黃紅網做起來 好 這個是現菜 好 那為什麼要種這些 等一下再講一遍 菜 其實 如果當你做過有一隻豬菜 你知道 菜 成熟的時候 你就絕對要全部採下來 如果你不採的話 大概三天 三天你的菜 就可以開始重來了 那重採就來了 重採就來了 一隻太陽很苦 重燈 好 你就來做四座 然後看到第一天晚上 可以補到什麼 中師兩隻 而另一隻 然後一隻 金龜子 好 剛才的現菜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呢 你現在看到現菜開始 這是第三天 重採很多 我們把它採收起來 這樣子已經是 這個 這樣的菜已經 沒有辦法在市場賣了 好 大家了解嗎 好 你就可以想像到三天以前 是非常漂亮 非常可口的 可是三天以後 從開始全部大量的 那 不曉得各位 如果你真正動菜的 你會知道 一系之間 那個從一下 一系之間吃光的 那樣的菜 的情形 我們有一次 在社大 種了大概 像這間教室 這麼大 兩倍的 大白菜 這時候 這時候 大白菜最好吃 然後呢 我們在前一個禮拜 就是在 中置的前一個禮拜 我就跟學員講說要採收 那另外一個老師就說 那我們在等 等冬至 非常冷的時候 那個大白菜 甜的不得了 各位你知道嗎 就在等的那個 在下一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的大白菜 每一個 大概那時候都有三斤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 每一個大白菜 的葉子 全部都像沙窗一樣 能往求它一樣 只剩下葉脈 葉肉全部不見了 然後呢 你把那個蟲造出來 咚咚咚咚咚咚 一斤半 原葉蟲 用任何合法的有機農藥 都沒有辦法處理的 那 我們七八月 八月正 我們的菜園 露天的喔 那你知道 那菜長得很漂亮 我們的白菜 那個草也長得很快 所以呢 他每天去除草 除完了之後 終於可以看到了 這個 為什麼呢 在八月要重呢 因為我們跟 新北社合作了 農業局他們在提供了 就是說 我們希望給小孩子 能夠 孩子能夠吃一個 安心的餐廳 所以呢 他利益很好 無焉相聚 可是呢 我們第一個 所合作的學校 這是 我先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 終於要交菜了 我們採菜 其實我們在交菜之前 我們已經廢掉三批 為什麼 現在長太快 小白 第二批小白再長太快 第三批油菜 那要到交火的時候 又太老 所以 現在採到 這是第四批 第四批的時候 我們還是信心滿滿 我們一定要交出 最好品質的菜 給孩子吃 好 看到我們的信心 多強烈 這三個人在採菜 一二三四 當然雖然有夠 搬到我們的採收地方 然後呢 大家呢 開始整理 在那田間已經 廢棄掉很多了 然後再整理 然後很多人 大家在那邊整理 然後其實大家整理的時候 帶了滿滿的效果 因為我們這次終於成功了 我們的菜 終於可以很漂亮的交給小朋友吃 那交菜了之後呢 欸 農會 我們六點送菜 農會大概 九點鐘 他車子 能堂車就來等 就表示呢 我們就是非常嚴謹的 要保持品質 然後送到農會的冰箱 第二天一早七點鐘交貨 是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那為什麼會來另外一台車呢 因為 要交一百六十公斤 少了十公斤 那我們就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產銷班的單元 是他們那邊去採 採了東京白 這小白菜 東京白比較大顆一點 好 大家也很羨慕 我們這菜怎麼採得那麼漂亮 互相的在那邊打氣 然後撿這個布幹嘛 因為有點土 可以看到我們多仔細 還把它煮了 擦一顆一顆的擦乾淨 好 然後呢 裝 然後呢在上面再噴水 好 再澆開 OK 這次新北市 其實他給我們的 這樣談判話 給我們的價格我們覺得OK 好 一公斤五十八塊 然後呢 嗯 每週要如果交兩百公斤 如果一個農務 他可以交兩百公斤的 有機蔬菜的話 幫我們他算了 大概一個月呢 可以賣四萬六 好 可是在陸地災塵上面來講呢 很難有固定的品質 因為天氣的關係 你知道在我們的交菜的前 九月五號要交菜 九月三號 颱風要來了 然後我們當老師很高興 就說晚一點來 晚一點來 九月五號就不用上課了 可是不知道 九月三號 我們是坐在那個農務場那邊 看風的雨勢發行 一直看 一直看 到底會不會來 很擔心 因為我們九月五號要走交菜 好 那 那 如果 品質要比較穩定的話呢 是 品質要比較穩定的話呢 就 我們算過 兩百公斤 五十棟的往事 每一棟往事呢 十五萬 也就是說 你要有十棟往事 因為 你要讓他間隔 你要讓他間隔 你要有十棟往事 也就是說 你剛開始就要投資一百五十萬 然後這個呢 是你很會摘種喔 很會摘種的 好 至少呢 你要這樣子的一個投入量 好 為什麼我們要種得這麼辛苦 我剛剛講到的 其實我們在做推往 我們一直覺得 其實不是太難的事情 可是 真正要再交貨到商會的手上 或者是到孩子的口中的時候 那一份有沒有出來那一份感應 一些 所以我們當我們 在接這個的時候呢 其實我不是班長 我算是採銷班的班員 我們好像成立了一個班長 因為我覺得我的投資不能太多 所以呢 就班長去跟鄧夢 我們在淡水有一個國小 鄧夢國小 他供應大概兩千人 兩千人 然後我們小朋友算一種菜 大概一百克 所以大概兩百公斤 然後打個八折 大概就一百六十公斤的菜 會定量 那 可是呢 在當初在談判的時候 我就一直百思複屆了 然後我沒有碰到那樣子 所以我們班長就有回來警報說 鄧夢國小要求 第一個 地瓜葉 不行 不愛 為什麼 吵起來會可以 愛吃不愛吃 第二個 空心菜 不行 為什麼 插起來會黑 也會黑 我想你們的廚房怎麼會這麼 居住這麼糟糕 然後 其實以講文化以前的這種品種會 可是我們就一直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栽培的品種 絕對不會黑 而且我們的空心菜 也是種的 那個非常漂亮的水 水跟空心菜 所謂的水根不是種在往事裡面 而是陸跟高 像最近採宜蘭的溫泉空心菜 這樣子的 那 紅線菜 也不要 因為煮起來會紅紅的 很恐怖 然後呢 中間 不要大陸妹 大陸叫小三 所以不行 不是啦 是因為大陸妹煮起來也會黑 各位 如果你真正在種菜的 在八月份什麼長得最好 紅心菜 碧瓜葉 紅線菜 是最耐 高溫最甜 長得最好 不要 不行 所以我們就很辛苦的種小白菜 然後自以為的話自己種的 你知道了 我們班長種了三期的小白菜之後 重來了 你知道他用什麼來抓頭嗎 去拿吸塵器來抓 然後每次都跟我講 老師啊 那怎麼辦 那些從道理農袋 連苗都會這樣鑽進去 我就告訴他說 你一定要種小白菜嗎 我已經非常非常的生氣了 我就說 不要再種小白菜 然後他還說 不行 要這樣教我 我說 你再種下去 你再怎麼進去 好絕對也沒有辦法 好 那還有第二個 更 這裡要科的一個條件 每一次工業 只要 只能同一種菜 他還想 哇 你們的大廚太厲害了吧 一百六十公斤的菜汁 不放在一個大公主嗎 那不可以說 這五十五分 這五十五分 五十五分 不行 不行 還是不行 公共同行 還是不行 到現在還是不行 好 那 換一想 誰出錢 新北市出錢 請我們小朋友吃 你還那麼 拽 好 還有 更一個 就是 只能提供 一個 一個禮拜提供一次菜 可是你知道嗎 我剛剛講過 菜如果天氣好 的話長得太快一點點 三天都 懂不懂 然後呢 如果太 太怎麼樣 太冷的話 你可能禮拜一還沒長大 你可能要等到禮拜五 不能調整一下嗎 再三 好 好 欸 OK 好 我們交了菜 九月五號交去 郵菜 一看到 說 這一雄老 退貨 不要 然後你知道我農民 就這樣乖乖的 因為我那一次 九月五號我已經上課 沒有台風嗎 沒辦法上課 然後他後來一次打掉給我 退貨怎麼辦 後來就送公鎖 那公鎖人吃到 都覺得很好吃啊 為什麼會入貨 好 欸 講坦白話 因為你中在露天 有的會長得比較高 有的有稍微收財 其實我們收財的都已經減掉了 可是呢 他們只要看到有一點梗的 就是太老 然後呢 為什麼把這長長長長長長長 八八 八長八 哇 有的一百八 有的五十公分 所以呢 不行 就這樣很退貨 因為他們用冠型的蔬菜習慣 再過來 下一個禮拜 這剛才看到 你剛剛看到我們都不便嗎 這個是白菜 送貨的 過去 這個農貝送貨魚過去的時候 被罵了足足一個小時 為什麼 你們增壓我們的麻煩 你看一下 這個菜 這是我們白菜 所以我們為了 新培市 那個 客員 他也為了不難 我們就體質的 跟他們合作 然後我們目前是 公開是 要小學中山跟新華 一個禮拜 供應五十公斤 那新華國小的話 就是你送的菜 我就收 有時候有點 不是那麼漂亮 他也是收 不是說 這一季蓋菜好像不太那麼漂亮 我們就下次的話 就很改進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互相 那當然這是我們現場的一個 現場跟大家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的時候 真正你覺得說 重有機 當我們之前有談過的 重有機蔬菜是不是這麼重要 我一直跟我們的班友講到 不要忘記我們當初真正的用機 我們希望歸伍我們的土地的升級 我們只有從這個方向 你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不然你可以看到 這樣只要兩次 三次之後 大概我們這一班 其實我們已經討論到了 不要再解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